为了打房,囤房税2.0在今年7月份上路 到了明年5月首度课征 而根据财政部统计 今年有多达56万3100人持有非自住房屋 要比去年增加了1.7万人 主要是持有一户还有两户的人增加了 但是持有三户以上的囤房大户 则在逐年的下降 而其中,十户以上的超级囤房大户 则下降到1519人 让专家推测,不排除是囤房税 即将要上路课征 让多房组选择,重新配置资产 囤房税2.0上路 明年5月首度课征 但真的有达到打房的效果吗 根据财政部的最新统计 还是有多达56万人要缴囤房税 台湾居大不易 但在今年还是有高达56万3100人 持有非自住房屋 比起去年增加1.7万人 主要以持有一户还有两户的人增加最多 其中以新北最爱囤房 台中高雄排在第二、第三名 在税积的部分上面来说是相对而言比较低的 那再加上这几年国人投资不动产的意愿其实蛮高 本来没有很多房子的人 他积极强劲不动产 不过对比之下 囤房大户则是有减少趋势 今年持有三户以上的民众一共有三万四千五百六四人 年减将近一千四百人 其中明年可能将触及囤房税2.0 最高税率4.8%持有七户以上的多房族也下降到三千四百八十二人 而持有十户以上的超级囤房大户 只有一千五百一十九人 也比起去年减少 增加点出不排除是跟囤房税2.0将上路课征 大户们重新配置资产有关 他也许会把本来持有的不动产 但是未来增值性相对比较有限的标的 他会先去做出售 然后再去把资金去做其他的运用 认为自己的年纪稍微大了 所以他就会把这些资产配给子女 提前去做财富传承的规划 特别是不少大户会选择卖房变现 给孩子们另行购屋 好处是第二代就不用分担重税 让资产可以有更多运用空间 记者未经设计国 Table Model